我是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 项目委员兼副秘书长 我的名字叫Sam Lam S-A-M and my last name L-A-M 我来到加拿大 已经仅仅45年了 1979年来的 刚才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们说 二十三四年前 治安很好 我当然认同 但是要是生到四十年前 那个时候真的是治安更好 所以就真的 那个不关门睡觉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时是西加坡 那个时候是很小很小人 不单是华人很小 什么人都很小 用机关枪收都收不了几个人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也四十五年前 我说都是很小 OK 因为我普通话讲得很扁扭 我还是用广东话讲比较好 好吧 谢谢大家又是讲得不好 因为参加传统社团 周拙秘书长 黄清官副主席 杨大姐 这些 Jennifer 这些都是早一期 即是说一上我们华联会 即是这一帮人 我们华联会 未曾成立 已经是有社团的了 我可以说 所以这一帮真的是老神主 当然来说我亦都参加社团 亦都是比较久一点 我同意大家的就是 现在一定要在加强团结的方面 一定要做得更好 另外今晚来说 这个华联会招开这个座谈会 是非常之及时的 我认为很有必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总结一下 我们华人为什么 由于人家看到的华人比较怕事 比较来说 团结方面 还是做得欠缺一点 所以我们应该今后 就要加强团结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跟警方合作 跟警方合作 这个很重要 我记得来说 我现在略略说一说 我不说名了 他真的有些犯罪的人 是某种意义 是针对华人的 名字我就不开 早几年 因为华人 为什么要针对华人 现金是比较多的 你好像华人超市 都是这两三年 这几年的事情 入屋搶劫 持枪 入屋搶劫 当然 他这些人都是开超市 都是超市老板 他知道来说 华人超市有现金 所以他是有目的 去抢劫 你真的很难说 他持枪 对不对 你够胆 你够胆说不给 当然 乖乖的就给了 对不对 另外 最近这次 又有一个 主要我觉得判刑 这个判得比较轻 我认为 譬如举个例子 有一宗案件 那个人 是正常开车 在401正常开车 另一个人来说 在对面 即是是双向的 在对面开车来 以监生来说 撞死了他 他这个人正常是家庭的顶梁柱 那个人撞死了他 真是可憐了 仅仅是判刑 判七年 我觉得来说 为什么 我现在全世界的新闻 我都听 德国来说 为什么惯罪率是比较少呢 他就比较严格 对于这些刑事案件方面 比较严格 无论他贪污也好 无论什么 比较严格地执行 所以 他的犯罪率是比较低 这些犯罪率来说 为什么相对地高呢 就是因为判得比较低 这头组员 真的有些警察都很无奈 这头组员没多久来说 他又放回去 那你有什么办法 就是助长了他 另外呢 近来这三几年 就是 进来了很多那些 所谓难民 那些难民 哦 比他来说 住在纳格拉波那些酒店 另外呢 根据报导 我不知道有没有准备 根据报导 每个家庭 差不多政府补贴他 五万元 那你想想他又 又不用做事 他 你一说他不去纳格拉波那些旅店 他就抗议了 他集体来抗议你 那你 那怎么可以啊 你应该要早点 融入主流社会 早点去 在社会里面 做工 这样自己创造财富 这样才行的 人家给你五万 五万多元一年 你还一样 我不住在纳格拉波那些酒店 我不行了 那就串起一班 就是那些所谓难民 是吧 这样来说 我觉得 不是怎样好 是吧 所以政府 执法 一定要严 你不严 就造成很多隐患的 所以我呢 我就很怀念 就是 这个家客的总理 这个老爸 家客的总理 这个老爸 他真是好 他够胆 美国佬来说 他也够胆 他就创建了多元文化 如果不是 老道老多 创建了这个多元文化 可能我今天 都没办法 坐在这里 都不顶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来说 就是政策 制定 很重要 一定要有执行 另外呢 我们一定要加强团结 不要来说 被人 读过击破 尤其是我们 将个幅度 刀砖来 这些犯罪分子 这些不是华人 因为华人 怕事 因为华人 胆小怕事 还有来说 缺乏团结 所以我们今后 必须要加强团结 要不要怕事 敢于来说 联合起来 向这些犯罪分子开战 我暂时来说